42 明報 為什麽方舟紫和崔永元死俠 2015年7月13日觀點 A34 霧霾之藍野鹽在北京 方舟紫和崔永元都是名人 前者是著名的反藝科學鬥士 看誰不順眼就撲上去 後者原是中央電視台名咀 離開央視後全面爆發 火氣報章 誰想這二位客起來了 本來方舟紫和崔永元二人是因為轉基因 基因改造 食品是否有害者這個話題起的糾紛 方舟紫說應創造條件讓國人吃轉基因食品 而崔永元認為轉基因食品是否對健康無害值得相確 那兩人就相確吧 但說原而 啊 生不絕火了 在微博上炒起來了 從相確問題到人身攻擊聽聽法官是怎麽說的 法官是很理性的 把他兩炒價的幾百條微博都亂了個爛熟 然後認定 雙方的微博論戰經歷了從正常討論社會議題 前一部分 涉及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直接爭論 屬於學術自由及公共利益的討論範疇 雖然其中有傳謠、造謠之類的言論 個別用語令人不快 但這部分言論仍屬於法律上要求當事人保持適當寬容度的言論 不構成侵權 法官說 但後一部分 崔永元稱方舟只坑蒙拐片都干過 網絡流氓暴力集團的頭目等 方舟只稱崔永元紀錄片中的採訪對象師的職業托疑 作媒等、均屬無時設依據或依據明顯不足、構成侵權 另外 崔永元稱方舟只是流氓爪子、優柴處的缺 V等、方舟只稱崔永元為風狗、主持人僵屍等 貶低、侮辱了對方的人格尊嚴、構成侵權 法官的說法很清楚 三部分 正常的言論、無時設依據的言論、侮辱性言論 後兩類都視侵權 最後、法院的判決來了 崔永元和方舟只都構成對對方名譽權的損害 雙方相互道歉、刪除侵權微博 相互賠償對方4.5萬元 其中 崔永元賠償精神損害虎衛金3萬元及訴訟合理支出1.5萬元 方舟只賠償精神損害虎衛金2.5萬元及訴訟合理支出2萬元 法院各答五十大版大家認為 這是各答五十大版 是和欺禮、崔永元和方舟只誰也沒贏 是法院贏了訴訟費 媒體贏了眼球 看客贏了打仗由 如果非要較真 我認為還是方舟只贏了 因為法院雖然判雙方各賠對方4.5萬元 但崔永元須賠償方舟只精神損害虎衛金3萬元 而方舟只僅須賠償方舟只精神損害虎衛金2.5萬元 可能崔永元的話更損失 侵權行為更為惡劣 有一個問題我一直不明白 方崔永認真真地打了一場嘴架 又結結實實累了法官一場 到底是為了什麼 不管誰輸誰贏 這以為誰又不會掉一塊肉 何苦來呢? 當然 有人會說 這關係到尊嚴 是可殺不可辱 其實 美國人也狠看中尊嚴 有朋友給我說過這魔個故事 孩子到美國想初中 一次上體育課 孩子問老師 我病了 能不參加跑步嗎? 老師聽了臉色一遍 停了會才小心地說 你可以跑 累了就可以退出 原來 雖然美國人有許多虛偽 但在法律上 對損害他人的尊嚴 還是很嚴厲的 這個老師之所以變臉 時怕如果說學生病了就不能跑步了 是怕學生告他歧視病孩子 歧視 在美國 這比馬他祖宗還可怕 我們還可以講另一個例子 就是校園暴力 校園暴力很普遍 各國都有 但許多校園暴力都伴隨佛 V 肉 主要是要傷對方自專心 其他物質的身體的傷害反倒不重要了 對尊嚴的傷害 用專門的話 有不少一塊肉 好象不必太認真 但美國人不者摩漢 在美國 校園暴力被稱為欺凌 近日在美國發生了一個案件 一幫以大者大責某為首的多名中國高中流學生 綁架了兩名同樣來自中國的少女 拳打腳踢 甚至拿煙頭痛一名女生的魚頭 他們主要是想羞辱對方 真或想把對方打殘 他們也不敢 這樣的抗健在中國也是嚴重的犯罪行為 但那個十八歲的澤某可能活想得 他這一鬧騰 可能會被美國法院判終身監禁 這可慘了 只比死刑稍好一點 美國洛杉基高院網站文字顯示 澤某面臨六項刑事罪名指控 一項折磨罪 三項綁架罪和兩項毆打罪 前四項都蝕重罪 由以折磨罪刑罰最高 最高能判到終身監禁 尊嚴很重要 於是我們明白了 方舟紫和崔永遠為什麽這魔教真了 他們都有強烈的自尊心 是可殺不可辱 比調一塊肉還不能容忍 作者是內地之心傳媒人